哪個是折封 好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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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玩 大家好 大家好 季上兩集 我們已經走到了這裡 我們已經 走到了 貝爾大法師 貝爾大法師 就是那個把 層變不見的人 把卡 把卡 卡拉諾斯 我自己叫什麼什麼諾斯 就是 他是把某個層變不見的人 然後我們現在 然後有一個陣 黑潭陣 黑潭陣被搞爆是他老弟做的 就那個他老弟叫貝克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我們要把貝克找回來 用兩個強大的法師的能力呢 才能把世界救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貝克 問題是我們上次一直過不了這個傳送門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過傳送門了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角色 我的角色叫麥兜 是一個 曾經叫魚蛋的風景 現在叫麥兜 是一個 吟遊詩人 我們的隊友 兩個 一個叫海樓 一個叫貝蒂 現在一個是 半生人遊俠 一個是種族是一隻豬 哈哈哈哈 一個是半生人遊俠 一個是半獸人 半精靈 德魯伊 應該是這樣 好 出發囉 喔 你們要聽電台詞嗎 我們開電台詞 你們聽過傳送門後 出現在一個隱暗的靈動詞 前方有一個大型的石門 上門各有奇怪的圖號和隱暗 房間裡的空氣終於犯著一股邪惡的氣息 讓人感到幾度不安 突然 一個聲音在房間中響起 歡迎來到我的領域 勇敢的旅行者們 你們來的正式時候 我已經等待你們多時了 聲音的主人出現在你們的視野中 他是一個高大的惡魔 身穿黑色的台甲 手持一把邪惡的長劍 他的臉上帶著一絲邪惡的微笑 我是這個地方的守護者 你們必須通過我的考驗 才能找到你們尋求的答案 你們準備好了嗎 他的聲音中充滿了草狗和威脅 還能拔出他的劍 貝蒂準備召喚他的動物同伴 貝爾大法師開始念咒語 準備施展他強大的魔法 你拿起你的武器 準備面對這場挑戰 蛤? 我的武器是什麼? 主板快書 我拿起我的主板 我 我拿起我的主板 念了一段 屬萊寶 身為一個引遊士人 這段屬萊寶 應該可以幫助我的同伴戰鬥 吧 你開始念起你的屬萊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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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能感受到你的同伴都被你的屍哥所感召 他們變得更加勇敢並且意志更加堅定 他們的攻擊也變得更加精準和有效 在你的歌聲中 你的同伴戰鬥力大幅提升 他們開始與惡魔激烈的戰鬥 你的屍哥成為了他們的靈魂之源 屬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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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開始 呵呵呵 前方兩個音樂園 後面兩個音樂園 不知道前面 腿說嘴 整腿說嘴 全世界都在庭 唱 學中國話 我的屍哥成為了勒 請繼續 哈哈哈哈 我的同伴們聽了我的屬萊寶之後 神情舒緩下來 身體感覺也變得輕盈了許多 蛤 蛤 為什麼翔導這麼兇啊 貝爾呢 不是常見不是我的 惡魔咆哮著衝了過來 翔導毫不畏懼的迎上前去 用盾牌擋住惡魔的猛擊 背地則將手掌貼在地上 引導大地之力向惡魔噴湧而出 令其失去平衡 我拿起我的長劍 向惡魔發起攻擊 但她的身體顯得相當 結束了 蛤 李艷呢 我的長劍很難對她造成傷害 想搗盾大眼睛 忽然想到了一個辦法 她拔出一根銀色的劍 朝惡魔射去 漸漸在惡魔的身體上發出劇烈的火花 顯然一件對惡魔有一定的傷害 背地也釋放出她的得努力之力 讓樹木迅速長大 纏到的惡魔 讓她無法行動 最終 我們三人共同攻擊 將惡魔擊倒在了 解救了貝克 我們從惡魔的屍體上 都出了貝克身上的一個魔法詛咒 原來貝克被惡魔詛咒了 才讓她變成了這樣的模樣 現在她已經被解除詛咒 變回了原本的模樣 感謝貝爾大法師的協助 還沒有說結束了 我們只是先拯救了貝克 對 我有一個疑問耶 她做了啥啊 是不是沒有海樓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唸了輸來寶 貝蒂重護身符 汲取能量 發動強大攻擊 向導舉他的盾牌 然後他們就開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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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的半生人在幹嘛呢 我們三個人共同攻擊 是我貝蒂跟那個響導 什麼 連大法師都沒有幹啥事 呵呵呵 哈哈哈哈 欸 不是欸 哈哈哈 欸你到底是叫誰打啊 啊啊啊啊啊 廢爾 不是打完了打完了大哥打完了 看起來準備了他的軟件 但他還沒有發動攻擊 所以在發動攻擊之間我們就打完了是嗎 那我想一下我們找貝爾的原因是什麼 貝爾的原因是 貝爾 貝爾 推薦你去找的要騎個香菸魔杖沒有故事太長 封印刺源之門 封印刺源之門 超容易失憶的 你還問他 那 在核惡魔的戰鬥中 海樓使用他的箭矢攻擊惡魔 貝爾大法師則是斬魔法攻擊惡 是沒有敘述到啊 幹不對吧 劍使不是想倒打不是想倒是有的嗎 不是這個是別人射出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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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有答案了 然後問貝克你知道你是誰嗎 貝克回答道 我知道我是誰 我是貝克 一個被困在這個地方的魔法師 你請問貝克 你可以說說你過去做了什麼嗎 唉唷 他真的記得耶 我曾經是一名魔法師 和貝爾大法師一樣受過嚴格的訓練 我們兩個曾經是最好的朋友 但在一次魔法實驗中 我失去了控制 結果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那次實驗摧毀了整個城鎮 我們的朋友和許多無辜的人都死了 我被認為是被困在城鎮裡 貝爾大法師甚至把我遺忘在那個被困在城鎮裡 離開了我 說到這裡 貝克的聲音有些顫抖 似乎還在為過去的錯誤感到懊悔和痛苦 似乎還在為過去的錯誤感到懊悔和痛苦 完了完了完了 又出包了 怎麼這麼快就超負荷呢 我從那時就在這張苦苦的地方 叫我出去讓我面對過去的指教師 我們來讓你贖罪了 你老哥來了 我對貝克說 我對貝克說 我們找到了貝爾 他也想彌補過去的錯 所以他帶我們找到了你 現在該由你們兩個去封印赤緣之門了 現在我們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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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同意一起前往封印赤緣之門 你們跟貝克一起出了那個房間 來到了洞穴的 他真的記得我拿過法杖 你則把之前收集到的其他五根魔杖 都拿了出來 你們依照貝爾大法師的指示 排列好了魔杖 隨著貝爾大法師的重力 魔杖散發出奇異的光芒 彷彿將空氣都扭曲了 最後 一道光門出現在了你們面前 簡卻描述光門的樣子 光門是一個巨大的閃耀著明亮光芒的門 看起來像是由一些無數的光粒子所組成 門的周圍彷彿是一個虛空的漩渦 門兩旁還有兩道亮光閃耀的細風 這個光門給人一種奇異又神秘的感覺 彷彿通往不可思議的世界 好像在打暗黑喔 請問貝爾這個光門會通向哪裡 貝爾大法師靜靜的注視著光門 思考了一會兒後回答說 這個光門通向不同的次元 取決於我們心中最強烈的願望 但是要注意 次元之間的差異極大 我們可能會面臨極大的挑戰 我穿越過去會到哪裡香港嗎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是不是要穿越了 我們是不是要過門了 那我們穿越吧 那我們走過這個門吧 我們走過這個門吧 你們真的好有故事喔 我希望能夠保護自然 讓所有生物都能夠生存繁衍 海樓說 我想成為一個傳奇的遊俠 為正義而戰 保護無辜的人們 貝爾大法師說 我希望能夠以補我過去的錯誤 將我的魔法力量用於保護人們 為世界帶來和平 欸 佩克欸 你的兩者和貝爾大法師都向你投來了目光 等待你的回答 欸 我這個AI真的訓得很好欸 我這個AI會問我問題欸 我說 我說 你看 又點題了 想到我也是 我希望有一天能在街頭表演不被驅趕 能創作任何內容不被政府限制 還有什麼 想想看 我希望我可以走上一個廣場的時候 前面沒有三台 就這樣 就這樣 好的 我們出發吧 好 GO 穿門囉 等一下 我試試看 我的那個音樂的那個 它能不能小聲一點 誰啊 這個AI正常了嗎 這個挺正常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一個本身訓得挺好的 就是它整個都是我訓練的 這個網站不能調一下音量嗎 音量有點太大 哦 可以可以 它有Player 我大概一條這樣就好 有個聲就好了 不然有點無趣 準備好了嗎 各位我們要穿越囉 哦 你們一起走向光門 一邊走一邊感覺身體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吸引著 當你們穿越光門 仿佛經過了一段長長的旅程 你們發現自己深處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們看到眼前是一片廣袋的平原 四周是一望無際的草原和天空 天空中飄著一朵朵白色的雨 陽光照耀下 整片平原綻放出迷人的色彩 此刻 你們的內心充滿了神秘和不可思議 你們來到這裡的目的地已經不再是次元之門 而是去尋找那傳說中的密保 當你們轉頭看後看去 光門已經不見了 似乎是被時間和空間完全封閉 現在 你們只能向前走 前往未知的旅程 尋找那傳說中的密保 以及更深層次的真相 還能有更深層次的真相 我們換成一個戶外音樂 大家都才在嗎 大家都才在嗎 那比較多 那我就一根 你感覺就是敷衍了 是的 所有人都成功通過了光門 來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我問貝爾 這裡是哪裡 被尔回答道 这是自圆之门的另一侧 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看起来像是一个荒芸的平田 但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危险 贝克看起来有些困惑 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一世深处 这个地方叫做心灵之迹 你是不是在现白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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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你是不是在現掰 呵呵想清楚啊 呵呵呵呵呵呵他說 還有一層又一層咧 為什麼我們為什麼 我們我常大 我需要Sci-Fi一點的音樂 我需要詭異一點的音樂 你在拍幹 不能說他錯 不是不可能 我們要把貝克的一魂一魄找回來 才可以關上次元之門 我這個AI秀的設計的超好 這AI看起來可以賣錢 所以還是正常嗎 正常啦 正常 正強 被碰點了點頭 並說道 是的 我需要你們的幫助找回我的靈魂 我的靈魂被困在這個心靈之際中 需要找到我失落的記憶並解開它們 才能讓我的靈魂重新凝聚 它的聲音充滿了深深的哀傷和絕望 但同時也帶著一絲希望 你能感覺到它的靈魂非常虛弱 需要盡快幫助它恢復 海樓冷靜的提出了一個想法 或許我們可以找到貝克的遺物 或者重要的物品 將它們放在他熟悉或喜愛的場所 還要再找一個靈魂魔法的法師 貝爾大法師點頭表示同意 補充道 這需要一些強大的魔法和儀式 我們需要先找到相關的知識和材料 或者 你是不是還在開服了 他們可能可以提供更好的幫助 貝克表示感謝大家的幫助 願意在任何情況下與他們合作 貝克怎麼是遺物 貝克不是在旁邊嗎 我身上有什麼東西啊 貝爾的法力石應該沒有用了吧 治療藥水 抗魔法藥水 北京跨五 沒搞頭啊 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希望你擅長靈魂魔法這樣我就不用掰了 你的心靈之境會有人擅長靈魂魔法的嗎 貝克回答道 是的 我擅長控制靈魂魔法 但是要進入我的心靈之境 需要有一個強大的精神力量 不是我們已經在裡面了 否則可能會被困在裡面 還要到夢境 還要夢境 我們已經在心靈之境了 心靈之境還要夢境 但是要進入夢境 需要特別的技巧和魔法 我可以指導你們 但是必須小心 因為夢境是脆弱而危險的 在進入心靈之境後 你們已經進入了貝克的夢境 不用 已經在裡面了 哎呀 但是要注意的是貝克的夢境 可能非常複雜 需要仔細探索 才能找到他的靈魂 你知道怎麼在心靈靈之境 尋找一個分裂的靈魂嗎 貝爾大法師思考了一下 靈魂感應素 一般來說 尋找分裂的靈魂 需要使用靈魂感應素 尋找分裂的靈魂 他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分裂的靈魂 在心靈之境的位置 靈魂感應素 尋找他被分裂的靈魂本身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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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他 貝克聽了之後點頭說 我想我可以幫忙 因為這是我的靈魂嗎 我可以給你們一些特徵 然後一起找尋我的分裂靈魂 請問貝克你的分裂靈魂 請問貝克你的分裂靈魂 有7個有一條蛇 還有一個在一個男孩身上 這還在狹白 表示可以利用靈魂感應素 尋找到他的位置 他閉上雙眼 開始專注的感應周圍的環境 過了一會兒 他睜開了眼睛 對大家說道 我感覺到我的分裂靈魂 就在不遠處的那個小木屋 你們緩緩地走到小木屋 湖面平靜 他就在那棟小木屋裡 波光靈靈 你看到湖邊有一個小木屋 似乎有煙囪冒著煙 貝克說 他就在那棟小木屋裡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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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有危險 但 Galaxy 在 DonT 尋頓 貝赫是一個光桶嗎 人家可能仍然開忙 不要那樣吧 跟他溝通是不是顯靈問題 我們要怎麼啊 主板快速沒有帶唢納 有個唢納我們就可以開始看夢了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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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他聽主板快速嗎 呵呵呵 主板快速 請問GN主板快速可以嘗試跟分裂靈魂溝通嗎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要注意的是 分裂的靈魂可能已經受到好些影響 可能無法溝通或者有反應 我用 有哪有哪一段 請問有沒有哪一段屬來寶跟 跟跟分跟靈魂溝通有關的啊 五龍 五龍 五龍捧盛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四郎探母 木 木蓮舊母 可以嗎 木蓮舊母也是下地獄救人啊 沒有想到吧 除貼啊 沒有想到除貼居然知道段子 這樣 我們還是不要一段爆菜名 好吧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欸他在想 你這啥意思 你這啥意思 幹不會課金AI也要發瘋了 我已經付錢了 好的 AI遇到人世間從來沒有遇過的挑戰了 為什麼一個fantasy 為什麼一個 阿乾 媽的別搞 呵呵呵呵 這樣就搞 他說什麼 呵呵 你的表演沒有一起分裂的靈魂的反應 似乎需要更直接的溝通方式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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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真羊羔真熊長真鹿野八 燒花蝦燒滋雞燒滋了 乳豬乳鴨醬雞辣肉 松花小酒料肉香腸食禮免 很煩 清真寶寶中醬 乳豬乳鴨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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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樹菲 分裂的靈魂回應說 我被困在這裡已經很久了 沒有人理解我的痛苦和絕望 我渴望自由和解脫 但我不知道該如何逃離這裡 貝克聽完之後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說 我們可以嘗試用治療魔法來幫助他 但我需要一些時間來治療 乳豬乳鴨醬 我藥水對不對 你跟其他夥伴都可以試著 分裂的靈魂溝通 希望能夠幫助他緩解痛苦和絕望 哇 所有的鋪梗都用上來 鬼壓喲 阿乾你的垃圾桶 那給你喝 阿乾 法力石應該 法力石沒了 法力石在洞穴用掉了 就理論上這個物品 不應該有法力石 我也跟那個阿淫遊四人補血效果 不是嗎 他之前發給我的 可以試著施放治療魔法 你可以試著施放治療魔法 但是在心靈之境裡 施法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魔力 且不保證一定有效果 呃 你太虛弱了 還是 你教我 治療魔法 我去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去看 我去看 你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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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 原來 原來 這故事不是 不是 引遊四人賣兜 是 搭車 Stranger 呵呵呵呵 是 奇異博士 很燃 大可 很燃 您 很看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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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片 登陸叫啥背地 贝克的分裂灵魂身上散发出的黑色烟雾变得更加弥漫 你感受到他的痛苦变得更加强烈 但随着你的治疗魔法逐渐发挥作用 黑色烟雾渐渐消失 而白色光芒则越来越亮 经过一段时间的涌畅 你终于使贝克的分裂灵魂恢复了一部分 你感到自己的能力逐渐消耗 但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实力在不断的提升 当你停止涌畅时 你看到贝克的分裂灵魂变得平静了许多 他的表情也变得柔和了 他感谢你的帮助 并告诉你自己在哪里可以找到完整的灵魂 他说了什么 蛤 蛤 蛤 不对不是有两块吗 这不是完整的灵魂 不是他不就是另外一块吗 难道好几块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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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1 for all, all for one 靠搖靈魂合一 再開直線 別給我開副本了 貝克回答說 是的 你森林就在心靈之境中 但是進入森林需要特殊的儀式合夥法 我必須教導你們 怎麼一直開直線呢 我記得是按照片 貝克告訴你們 進入幽影森林必須進行一個特別的儀式 稱為森林之歌 這個儀式需要在森林邊緣找到五個特定的數目 然後寧唱一首特別的歌曲 歌曲必須用精靈與唱出 唱法和歌詞非常複雜 需要花費一些時間來學習 貝克還告訴你們 在幽影森林裡面的魔法非常強大 而且常常是危險的 你們必須小心謹慎 避免遭遇危險的生物或陷阱 如果你們需要進行戰鬥 貝克建議你們使用森林的自然元素 例如樹木或騰蠻 來增強自己的攻擊力和防御力 此外 貝克還會提供一些幽影森林中常見的魔法 例如鑲嵌符文或操控自然元素的魔法 以幫助你們更好的應對挑戰 我有疑問 這 迪亞布羅是嗎 呵呵 就是那個五個柱子 然後轉一轉 後面又有個紅色傳送的那個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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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會 讚!出發吧! 出發囉! 出發囉! 幽迎迎新年初 出發吧! 不要一直傳空間要發瘋了好嗎? 到底要去哪? 我找個森林的配音 樹木古老而扭曲 光線透過之夜間的縫隙撒下 形成一片陰影 你們緊握武器 準備迎接這個神秘的世界中的任何挑戰 呃... 我們是來幹嘛呢? 哦! 我們是來找靈魂合一意識 呃... 執行... 靈魂合一儀式呢? 貝克回答道 靈魂合一儀式需要在森林的中心點進行 那裡有一個古老的祭壇 能夠幫助我們完成儀式 但是 在那裡也有許多危險 需要小心 我們最好先尋找一些線索 並做好準確 太快了太快了 這是我要問的 大哥 這是我要問的 大哥 大哥 超速囉 他們可能會有關於森林的資訊 也許能提供我們一些幫助 我的AI 我的這個DM搖精神不利了 如果我們遇到任何森林生物 我們可以試著用精靈與跟他們溝通 或者使用自然魔法來體系他們的怒氣 我問貝克 那我們要如何尋找當地的精靈族群呢? 是否有什麼特徵或線索 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他們呢? 嗯 嗯 貝克想了一下 然後回答你說 幽影森林是精靈族群的家園 你可以在森林裡尋找他們建立的樹屋或是食屋 也可以觀察森林中的花草樹木 精靈族群通常會在這些生物附近居住 此外 你也可以在森林中找到一些精靈的守護動物 如狼或鷹 他們可能會指引你找到精靈的部落 貝克說完後 你和你的夥伴們開始在幽影森林裡四處探索 觀察周圍的生物和環境 尋找可能的線索和跡象 這不是別人的心靈嗎?怎麼會有其他精靈? 欸不一定啊 也許你 你的 你的 每個人 每個人的心理世界 都有湯姆貓與吉利署之類的啊 都有一間AC&E公司在那邊做火箭啊 不要怕 這設定挺有趣的 就是 那個心靈世界就是他所有過去遇到的東西的同意 在他的心靈世界裡 他迷失在自己的世界裡 被迷的精靈感知能力在森林中十分明對 他能夠感受到森林中的生命力 聽到樹木的呼吸聲音 哎呀真牛逼耶 並進行溝通 他感受到周圍有許多生物存在 其中不乏精靈族群的氣息 海樓的狩獵技巧在森林中同樣得心應手 他找到了一些精靈使用的陷阱和痕跡 顯示出他們在該區域活動過 那我們嘗試去 他該不用去打怪吧 呵呵呵 呵呵 在這裏面中央 有一座高耸的樹屋 看起來非常壯觀 你們推測這可能是精靈族群的領袖居住的地方 好 被帝点点头 表示同意 他说他会试着用他的精灵语言和精灵族群交流 并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 大家随着被帝一路往深处走去 走了一阵子之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型的精灵部落 部落中有学生的 他们正在忙碌的工作 有的正在种植植物 有的在制作食物 还有一些精灵正在练习武术 被帝向他们打招呼 并用他的精灵语言和他们进行交流 精灵们听完被帝的话后 有些人对着他 有些人对着他 不太欢迎他 但是最终 他们还是同意了被帝的请求 愿意帮助他们完成灵魂合影仪式 你不知道这不是阿弥陀佛 哈哈哈哈 好 我為了表示感謝他們 我用主板快書唱了一首三神來的之歌 哈哈哈哈哈哈 我接受了你的禮物和祝福 他們向你鞠躬致命 等等不是我們再幽影 貝克也向他們展示了感謝 並承諾會全力合作完成一試 精靈族群在你們離開前祝福你們一路平安 並提供了前往優秀森林的祈禮 不用跑走了 在幽影森林裡 你們來到了一個環境優美的開放空地 四周是高聳的樹木和草蔥 地上覆蓋著柔軟的空氣中飄著淡淡的花 還有另外一個 搞錯了 你們看到了一個精靈部落 部落中央有一個靈魂合一一式的祭壇 貝克該為兩個靈魂合在一起要變大魔王了吧 哈哈這所有的心靈之禁我要幹死你們 貝克的靈魂也在祭壇旁 等待著儀式的開始 你們可以看到他的靈魂正在逐漸恢復 並且從中突破的與其他精靈交談著 你知道如果我問貝爾說你有沒有覺得哪裡有點異樣 他等一下就會給你轉一個轉折給他 終於完整了 哈哈哈哈 貝爾大法師想了一下 回答道 我曾經在一個精靈部落旁邊看到類似的儀式 不過我並不確定他們使用的是什麼儀式 或許我們可以去問問那個部落的精靈 看還要打擾一下 看看是否能夠幫助貝克完成靈魂合一一式 你和其他人輕輕地退到一旁 等待精靈族群進行儀式 你可以看到精靈們繞著貝克轉圈 唱著眾語合歌曲 在他們的唱頌之下 貝克的靈魂分裂之處開始發出柔和的光芒 漸漸的光芒變得越來越亮 最後瞬間爆發成耀眼的白光 一道穿透天際的光柱直帽而起 轟轟隆隆地震動著大地 過了一會兒 光芒慢慢消失了 留下了一個熔光萬發的貝克 他的面容顯得比之前更加平靜和安詳 靈魂合一一式成功完成了 我們成功了嗎 一萬年 你應該開始抄別人招了 但沒有人回應 你注意到貝克和精靈部落的成員們 正在聚集在一起 他們的表情變成一越多 你可以感覺到一股柔和的能量 在空氣中流動 仿佛是靈魂合一一式的能量流動 貝爾看著你們 微笑著點頭回答 是的 你們成功的完成了任務 感謝你們的努力和勇氣 世界因為你們的貢獻而更美好 他接著說 現在你們要離開這個地方了嗎 還是留下來繼續冒險 無論你們的選擇是什麼 我都會注意你們 你們可以選擇離開這個地方 或者留下繼續冒險 幫GN提醒一下我們的主線 卡拉諾斯嗎 卡什麼諾斯啊 現在還有人記得卡什麼諾斯嗎 卡拉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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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GN肯定忘了 自己弄有 affordable 招住 卡拉諾斯 卡拉諾斯 我還要回去再開附屋 卡拉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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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在黑弹阵 我们需要找到这两半法器 然后将它们合并在一起才能施展攻击魔法 贝尔看着大家 说道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现在 让我们出发吧 贝尔大法师思考了片刻后回答你 回到现实世界的方法 就是通过这个心灵之境的通口 贝尔大法师会建议你休息 好真实 不过在这之前 我建议我们先休息一下 补充体力 备战接下来的挑战 那我们在 精灵部落环境优美 周围种满了鲜花和高大的树木 空气中充满了花香和清新的气息 精灵们招待你们品尝各种美食 包括清爽的水果沙拉 热腾腾的蘑菇汤 甜美的蜜糖饼干等等 他们也为你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 例如舞蹈 音乐表演和射箭比赛等等 你们可以在这里好好放松一下 补充体力和精神 音乐表演和射箭比赛 精灵部落为你们安排了一些舒适的木屋 供你们休息使用 这些木屋都是以自然材料建造 非常简洁而美观 让你们能够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中 此外 精灵部落也会为你们准备一些美食和绿意盎然的环境 让你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好的 天亮了 这观众可以玩吗 你说这个系统吗 你说这个剧本吗 很难重复 很难重现了 我觉得 这要怎么重现 几乎不可能的 好的 你睡得很好 隔天早上 当你醒来时 你发现精灵族群已经为你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并且也准备好了你们出发前的路线 你可以享用早餐 之后便可以出发前往封印自然之门的地点了 原来两人是二十 请描述一下早餐 当你们在精灵部落里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夜晚后 第二天早晨 你们请来时 发现一桌丰盛的早餐已经摆好在你们面前 桌上摆满了新鲜的水平 我以为是GPT鞋的宝团 面包和热米 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美食 看起来十分诱人 早餐由精灵族群亲手准备 是啊 让你们开始一天的冒险充满了活力 是GPT鞋的宝团 没有错 但是 他就 就跑 但问题是 他没有办法重现 因为所有的这些应对 是AI自己算 自己决定的 我们要去哪里啊 封印门的地方 你和你的伙伴们与精灵附落的人到也后 前往心灵失际的出口 好快啊 当你们走进出口时 一道明亮的闪光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闪光逐渐膨胀成一道门 门后面 这里没有再给我拖台钱 再拖就要滑风了 但终于成功找回了贝克的灵魂 你们将离开这个神怒的心灵之境 回到现实世界 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实力 我测试一下GP他注意记得 次元之障 今天都扛着高烧的情况 跟全GPT Adventure斗志斗勇 他那个可以配图还蛮厉害的 而且已经有了那个不和谐版了 我看你记不记得 你是不是刚下滑 大刚不一样了 这是一种具有强大魔法力量的宝石 不是自元之障 自元之门的感觉 但是神兽之眼的下落已经不可靠 我们必须找到他才能完成 封印自元之门的任务 我再问你一次 你好想清楚 哦 OK 四个字对两个字 神圣 什么神圣的法杖在哪 神圣洁之杖 神圣洁之杖 不要在神庙了大哥 你刚刚不是说 据说这个神庙被一个神秘的教团所守护 不过 具体的位置目前还笔得而知 喔我记错 被耳大法师听了你的话 变得点头 哈测 那就不要在神庙里干了 一半在卡拉 perceived 另一半在黑弹阵 贝尔说道 卡拉诺斯现在正处于被魔法结界封锁的状态 想要进入必须找到能够解开结界的钥匙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被称为魔法钥匙的东西可以解开任何魔法结界 我们可以前往寻找它 贝尔回答说 抱歉 自圆之门只能带我们进入心灵之际 无法带我们前往现实世界的地方 不过 我们可以找到其他通往卡拉诺斯的方法 例如苏借一艘船或是骑尘寿内前往 卡拉诺斯不是在我们在的地方旁边吗 我会想到我们在的地方旁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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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停止停止停止 - 不要再一層又一層了 - 套完呢套不完啊 - 阿拉諾斯被封閉在一個被稱為領之際的庸暗世界中 - 瞎都默死喔 - 現在地量所存在的世界 - 我們必須要緊替那些危險的生活 - 卡拉諾斯不是應該在... - 等等被了 - 貝爾你要不要記得比較簡單一點的方法 - 貝爾回答道 - 我供應卡拉諾斯的時候使用的是一種複雜的魔法儀式 - 不要這個套神器的幹 - 需要特定的神器才行 - 否則很難進入卡拉諾斯 - 如果能夠找到那些神器 - 我們就有可能解開卡拉諾斯的供應 - 我決定直接硬幹 - 貝爾點頭同意 - 帶著你們來到一片荒涼的平原上 - 他走到平原中央 - 看著地上的佛文 - 開始唸起咒語 - 隨著咒語的唸出 - 不是 - 倒個屁 貝爾給我下去 - 開始顫動 - 最終一道裂縫出現在你們面前 - 通向地下的深圈 - 貝爾轉身對你們說道 - 這就是我當初封印卡拉諾斯的地方 - 請小心前往 - 裡面的危險可不少 - 你們向貝爾道謝 - 然後鼓起勇氣跨進了那道裂縫 - 陷入了地下深處 - 貝爾搖了搖頭 - 表示他已經完成了他該做的事情 - 現在是由你們來完成任務的時候了 - 幹你娘 - 給你 ziehen - 劉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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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搞我 - 哈哈 -她怎麼 - 怎麼這麼會玩 - 啊 - 貝克 - 貝克 - 貝克去 - 貝爾不去 - 貝爾到跑了 并且愿意为寻找圣洁之杖作出移动 对不起 斗智斗勇 你們穿過裂縫 進入了貝爾供應卡拉諾斯的地方 這是一個黑暗的空間 沒有任何聲音和光芒 你們小心翼翼的走著 遠方逐漸浮現出一個模糊的影像 哭魯士兵 直線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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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倒塌 街道上藏滿草和雜草 貝克是貝爾的弟弟 貝克跟貝爾都是黑暗大法師 貝克搞爆了黑潭陣 叫我 你的大喊在裂縫中迴響 但沒有其他的回應 你感到周圍的空氣越來越濃厚 似乎有什麼東西正在靠近 你的夥伴們聽到你的呼喚後 立刻加速前進 他已經忘記得了一個遊俠的名字 德魯依使用自然魔法 讓周圍的植物快速生長 半導黑暗怪物 給予你們時間 遊俠則利用劍術 射擊敵人要害 壓制對方攻勢 貝克則施展靈魂魔法 讓黑暗力量受到控制 降低攻擊力 在大家的協助下 你成功擺脫了黑暗的束縛 重新獲得自由 你來挑戰 你去看 你去看 快速存放 這個 你去看 一排 很快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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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去看 - 得意粉丝。 - 根据龙女地下乘500规则,海楼作为游侠, 会尝试寻找周遭的陷阱和线索, 以便帮助。 帮助隊伍從陷阱中逃脫或發現寶藏 被帝作為德魯一 會利用自己的自然魔法來幫助隊伍 在這個狀況下 他可能會試圖用植物的生長速度來創造一個讓隊伍可以攀爬或爬行的路徑 或者利用自然界的動物或植物幫助隊伍在森林中行走 德魯一被帝回答道 那是一隻幽靈狼 他們在幽靈森林裡很常見 通常不會主動攻擊人類 但是如果被驚嚇到或是感覺到威脅 就會攻擊 我們需要小心 海樓則服衝到 那隻幽靈狼的氣息很特別 或許跟我們的任務有關 不是攻擊我的 大家都聽她 啊 只有這隻幽靈是 你 長得像永遠的骷髏士兵 貝克告訴你 卡拉諾斯是一座古老而神聖的城市 曾經是魔法和文化的中心 但是 一場可怕的魔法災難摧毀了城市 將他回中的土地封印在心靈之境中 在封印的過程中 聖結之障被分為兩半 一半被封印在卡拉諾斯 並一半被封印在黑盤陣 貝克相信 如果聖結之障可以重新合成 就可以打開封印 讓卡拉諾斯重新出現在現實世界中 貝克聽了你的話 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他說 我哥哥貝爾一定是有什麼原因才會做 不是不是我知道他剛剛在 必須找到他 了解事情的真相 貝克看起來有些焦急 似乎想要儘快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海龍雪的樹皮是不死神乎這麼好的嗎? 我建議先冷靜分析情況 了解當地人民的需求與問題 啊幹不對不對 再尋找解決方法 我們可以先前往卡拉諾斯 以當地人民交流 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求 然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同時也可以尋找聖結之障 以便解除封印並恢復卡拉諾斯的秩序 我知道貝爾的行為是錯誤的 但現在重要的是將卡拉諾斯解救出來 我們必須齊心協力 找到聖結之障並解除工藝 剛剛說聖結之障在哪啊? 聖結之障在 聖結之障在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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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又要出爆了又要出爆了 要不要卡玩偶爾吧這麼早 熊了一下 我快卡玩偶爾沒救了這樣 OK 二斜線2你在城市中心附近發現了一個類似神耀的建築物 看起來比其他建築更加精緻 似乎有些受到保護 不像其他建築物那麼破損 啊不是 聖結之障 那個就是神廟啦快向前 當你走進那座神廟時 你感覺到了一股神聖的力量 神廟外觀的石柱上刻有古老的符文 他們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亮 進入神廟後 你看到聖結之障放在一個高高的祭壇上 被一個金色的護照所包圍 在護照的周圍站著四個看似精靈的守衛 他們警惕的盯著你們 你可以感覺到聖結之障所散發的神聖力量 但這道護照卻讓你們沒法貼近 你需要找到一種方法 才能打破護照並取得聖結之障 護照嗎 不知道 被課回答道 根據我所知 金色護照是一種高強度的魔法防禦照 看你的字 要解除它需要強大的魔法力量 或者特定的魔法道具 我們可以先試試使用魔法攻擊來破壞它 如果無效的話 我們就需要取找相應的魔法道具 被遞靠近精靈守衛身旁 仔細地觀察他們身上的文字 看完了 透過他的伴獸人伴精靈血統 他看懂了這些文字是古老的精靈語 上揚寫著守護者 永恆 秘密和聖結 魔法攻擊打太危險了吧 好 好,我背包裡面還有抗魔法藥水 如果我喝這個藥水能穿越防護罩嗎 背客看了抗魔法藥水 點了點頭說道,這個藥水應該可以幫助你穿越防護罩 怎麼還可以全臉自己 但需要配合特殊的咒語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我可以幫你咒語,但是需要一些時間來催眠自己的靈魂 進入生育影響狀態 要喝水囉 摩棉 當你喝下抗魔法藥水後 你感覺自己的皮內充滿了強大的魔法力量 你的身體逐漸浮起 進入了金色護罩之中 在護罩內 你看到四個精靈守衛分別站在東 南 西 北四方 手中握著長矛 警戒地注視著你 你可以感覺到強大的魔法能量更在阻擋你的前進 需要使用更強大的力量才能突破防禦 貝克開始念咒語 口中突出一道道光光 這些光光會聚成一道巨大的能量球 大哥 讓我喝個屁 能量球擊中護罩後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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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們得以進入神廟 看見聖結之杖被放置在祭壇上 但當你們想要拿起聖結之杖時 祭壇上突然出現了一道能量障礙 將你們擋在了外面 好 不是已經走進去了 到底防護罩在哪 這麼大 這個神殿 神殿外面還造一個 神殿 然後我身上什麼都可以用了 你成功的抓起聖結之杖 但是四位精靈守衛已經被激怒了 向你們發起攻擊 你快速帶領隊伍往生要外面躺 怎麼這麼真實 這要怎麼辦 好 我知道了 我抓起聖結就發現水壺沒有出發警 我有水壺嗎 我沒有水壺啊 我把聖結之杖塞給其他人 我把聖結之杖塞給隊伍裡的其他人 跳出來吸引守衛的注意力 幫助其他人 他媽好贏游詩人喔 他媽好贏游詩人喔 山上迪海之 都沒有穿褲子 輸出一首爆菜餅 爆菜餅可能不夠長 怎麼辦 怎麼樣 唱這首啊 這首應該夠長 神曲忐忑 他到底有多少歌可以拿來消費 就這個了 你成功的吸引了守衛的注意力 讓其他人有機會逃跑 你一邊唱著神曲坦克 一邊登著守衛 我要死了 大哥 我要死了 在這個過程中 你偶爾還被拼命避開守衛的攻擊 什麼東西 我要死了 但你也被守衛擊中 受了重傷 你看著隊伍遠去的背影 感到一陣疲憊 但你知道這是覺得 因為你們已經成功的取回了聖結之杖 你現在已經成功的吸引了守衛的注意力 讓其他人有機會逃跑 所以他們已經不再攻擊你 但是 你需要儘快跟 我還有兩瓶治療要水的 我給了 所以我裝死成功了嗎? 我看起來是裝死成功了 等一下我改一下我藥水數量 我剛在 雖然GM不會抓這件事情 但我們要對得起自己 我剛分了三瓶給外頭的 然後魔力石已經沒了 魔力石已經放在那個 洞穴外面了 然後我喝了一瓶藥水 還對得起自己呢 這遊戲真難 你喝下治療藥水 喔台灣贏了 打平都還贏了 但還是感到疲憊和痛楚 在你喝下治療藥水的同時 守衛提起的攻擊 轉而盯著你看著 彷彿在平均你的行動 哇 哇 楚力就是 楚力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隨著你的身體移到 骷髏守衛的攻擊也隨之停止 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 繼續守衛著聖結之障的神廟 你能感覺到身旁的骷髏守衛在轉移注意力 總是如此你的計算 就可以選索納 不行啊 索納要吹 要同時吹耶 主板只要用手打而已 索納還要同時吹 不能嘴炮 哦 你悄悄地溜出神廟 四處搜索你的隊員的踪跡 不過因為這裡的廢墟非常複雜 而且燒毀的建築物數量眾多 所以找尋他們並不容易 哇 哇 他有概念你 你跟你的夥伴是在一起還不是在一起的耶 天啊 他們都有些他傷和疲憊 但是看起來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 當他們看到你出現時 都非常高興 並且立刻詢問你是否安全 現在你和你的夥伴都已經聚集在一起 你們可以一起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了 欸 你想要做一個測試 就是如果我在這裡 打致說我問貝蒂怎麼辦 他會跟我說貝蒂現在不在你旁邊嗎 你想不要知道 我試一下 他可以切回這個分支 所以是可以用的 不是他們跑很遠啊 也找不到啊 對吧 不是 好吧 有點可惜 我以為他真的可以 我以為他真的可以理解我 他不在我旁邊這件事情 好吧 他沒有這麼聰明 我先切回那個分支的 HR5一下 真的 這個 這個 我看了那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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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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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電腦 聽到你的話後 一致同意離開卡拉諾斯並返回黑潭鎮 你們憑著方向改革地圖 在幾天的旅行後 終於來到了黑潭鎮的城市 等一下等一下 要來要結局了是嗎 非常震惊,并让你们进入城镇。 在城镇内,居民们也感谢你们拿回了圣洁之杖,并且听从你们的指引开始重建城镇。 你们在黑潭镇停留了一段时间,帮助居民修建和重建建筑物,并逐渐恢复了城镇的繁华。 在这段期间,你们也得到了许多感谢和报仇,成为了城镇英雄。 最后,当你们决定离开黑潭镇继续下一个冒险的时候,居民们热情地向你们道别,并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旅程中平安顺利。 为了年决心一定要是保存,卻人会IT和人会。 感谢是大于列重的状态。 这是没 scripture 这样子神戒内有闻的命崩弃的地方。 idag juste九点鱼巨已加起鼻液 KM回答说 是的 你们的目标是要找回另一半的圣洁之杖 而黑潭阵的毁灭也与贝克有关 那 你们回到黑潭阵后 发现这个阵的状况比卡拉诺斯更加糟糕 怎么又变烂 镇上的居民自散奔逃 到处都是荒凉亭 你们询问证明有没有听过圣洁之杖的下落 但是大多数证明都已经逃走了 只剩下少数幸存者 其中一位老妇人告诉你们 他曾听说圣洁之杖被一个叫 这个老妇人应该要叫什么 王小芳 王 你们询问其他幸存者是否有更多的消息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圣洁之杖的下落 只是担心黑影会回来攻击他们 王小芳 怎么一下子这个阵有人 一下子这个阵没人 这个阵好复杂哦 哈嘿 来我要引导GN咯 黑影是开黑凤酒馆的阿锐斯吗 呵呵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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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让你看看 让你看看引导GN的方式 对不对 黑凤酒馆 那个老板里面 還有一個黑袍男子就是黑椅 不會吧 The Shadow The Shadow 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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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看不出裡面有沒有人 周圍也沒有其他人的蹤跡 只有一些糟糕的坦白和破碎的物體 貝克回答道 是的 這應該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下一個挑戰 我們需要小心應對 盡可能避免你黑底直接對峙 我們要來做一兩個 我們要去吃的時候 我們要去做一個余裔的選擇 我們要去做一個遙遠的選擇 我們要來做一個遙遠的選擇 我們要去做一個遙遠的選擇 - 你的聲音微盪在空蕩蕩的街道上,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酒館門前的守衛也沒有反應- 還要字條- 你們進入酒館後面,發現裡面空無一人,只有幾個酒桶倒在地上- 散發出自病的酒味,酒館的主人阿瑞斯也不在場- 但你們發現了一張紙條放在酒吧台上- 呃... - 紙條上寫著- 如果你們想要聖結智障的利益伴- 就要先打敗我手下的守衛- 挑戰我的力量- 來吧,勇士們- 讓我們一決勝負- - 人呢- 你們這是發生什麼事哦- 又到了- 發生什麼事哦- 又到了- 他身穿黑色長袍 面戴黑色面罩 手中拿著一根黑色把杖 他的出現讓你們改到一點強烈的黑暗氣質 讓你們的心中充滿不安 你能認出這張紙條上的自根黑袍男子 阿瑞斯口中的字頂橫向 但沒有確定的證據可以證明兩者是同一人 蛤? 蛤?什麼意思? 我讀這...我讀這封信 跟你的口音很像 蛤? 咆哮性啦 魔法紙條 不是原...不應該... 不是原住民喔 就是 是... 這封信上面寫 如果你們想要聖結之上一半的啦 就要先打敗我手下首位的啦 www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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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詛咒詛咒 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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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第一支那個哪裡來的 他說到 你們找到了這根杖子的主人 也證明了你們的誠意 這是我答應你們的 拿去吧 他揮了 揮完之後 就放衣櫃了 是這樣嗎 還是我們把我們的沒有啊 他揮了自己的啊 對不管拿到好的 好的 你們現在要前往封印刺源之門的地方嗎 請問封印刺源之門的地方在哪呢 先跟他講這個答案在井裡 我不知道他記不記得 貝克回答道 當時我打開 四圓之門的地點是在黑潭鎮的中心廣場 但是現在詛咒已經使這裏面的一片混亂 可能需要先找到一些資訊才能確定四圓之門的位置 他們對任後 正確定四圓之門的地方 ently 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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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克點頭表示同意 怎麼又到森林裡的警不是在 你們跟隨著貝克前進 來到了一個森林裡 貝克指著前方說道 孤警就在前面 不過他被鼓強大的力量進鎖 有沒有跑出去 警不是在正上嗎 黑暗力量的氛圍 你們開始尋找辦法打開孤警 並且注意不要被周圍的力量所影響 他已經忘記哈爾貝爾是誰了 可能警在警 好像的確沒有說在正上耶 對他警說 警在哪裡 對得上耶 雖然我猜他是沒記得啦 對等你把他圓在那 封在那晚緊吹到外頭去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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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對 對 距こ 對 ometer A.I不是總是介於記得跟不記得之間寫故事嗎?差不多 你拿起一塊小石頭,輕輕地往井裡扔了下去 聽到了滴答,滴答的聲音,然後大約過了十幾秒鐘 你聽到了石頭落地的聲音,估計僅深約有二十橫線三十米 十幾秒鐘耶 二分之一GT平方,對吧 是嗎?是二分之一,H等於二分之一GT平方 G代9.8嘛,所以二分之一是4.9啦 4.9乘以T平方,假設是十秒,我們用十秒算拿了一百 根據我的數學不太對啊 請問GN這裡重力,啊我知道一定是重力 嘻嘻嘻嘻哈 participant 哇深耳了啊哈哈 啊 作詞 ... 3. 贝克典点头 還被彈 怎麼辦 那個惡魔傳送門還在 我問貝克 貝克考慮了一下 回答道 我們需要一個能夠下到緊地的繩索 然後再利用一些魔法手段來幫助我們下去 我們可以問問當地的鐵匠 看看他能否幫忙製作一個繩索 他下去很容易沒有回來耶 繩索回來 海盜是個半身的 綁大個快樂 你回到鎮上找到老婦人 他非常樂意提供你所需的繩索 你將他們拿回黑潭陣的空井前 你把繩索綁在海盜身上 讓他先下去探索緊地 然後讓其他人跟隨下去 海盜很快就到達緊地 你們循著他的提示 成功找到次元之門所在的位置 這個次元之門看起來非常神秘 周圍散發著一種強大的能量波動 顯然不是那麼容易封印的 你們必須小心翼翼的接近 一步步的封印這個次元之門 跳下去也不會受傷喔 20的話 幹D&D的緩降高度怎麼算 某個高度之後 每度多少要加一個檢定 然後多少以上必死 重力那麼低 不一定要說你有次怎麼辦 呵呵呵 你怎麼知道底下長啥樣呢 被客看了看聖結之杖 然後告訴你說 嚇我一下 我以為我們現在要決定一個祭品 我們可以用聖結之杖作為祭品 但是咒語必須由一個精神的法師來念 呵呵呵 他接著建議 我們可以回到黑潭鎮 找尋一位熟練的法師來幫忙 供應資源之門 或者 我們可以前往附近的巫師學院 怎麼還有巫師學院 大哥你們兩個就是最牛逼的 不是你就是他啦 不要再 前往巫師學院可能會有一些風險 好 對 好 有 有 貝克點頭同意,並告訴他會傳送訊息給貝爾,讓他前來協助你們 不久後,貝爾出現在你們面前,看到聖結之障,他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並問你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向貝爾講述了你們的冒險經歷 結束了 並詢問他如何封印字元之門,貝爾點頭同意協助你們 並告訴你們他知道一種強大的封印咒語,可以封印住字元之門 他建議你們將聖結之障歸母,並且一起唸出這個咒語,以其達到最大的封印效果 貝爾帶領著你們的冒險經歷,並且聖結之障放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將字元之門封印在了另一個維度,徹底解決了黑盤陣的危機 來 好,我們的DNA要創造一個咒語了,大家可以一起學著 以後這就是除蝶台的共用咒語了 呵呵呵 貝爾是電話之父 通了,難怪他們可以傳訊 我會唸 哇賽 後面錯了吧大哥 一股巨大的心靈拉折著你們 但是你們堅定的念著咒語,不斷加強力量 他前兩句好屌喔,後面兩句就怪怪了 剛你們回到地面時,你們感覺到整個黑盤陣都煥然一新 這裡的空氣更加清晰 而且從地面上冒出了許多綠草和鮮花 此時,貝爾也出現在了你們面前 他深深避居了一個宮 表示感謝,咒語的詳細內容圖下 這是對的嗎? 這個是對的嗎? 舒服爛的幹 這是對的 真的欸 整段是對的欸 但我不知道這段哪裡來的欸 他應該是從哪裡抄來的吧 他自己寫的嗎 有點牛逼啊 不是欸 好像是真的欸 好像是自己寫的欸 扣掉主耶穌之名這裡有點怪怪的 其他蠻好用的 蠻厲害的 真蠻厲害的 嗯 當然 以下是一個可以使用的沒有宗教背景的咒語 諸神之力啊 請賜予我們力量 將這個四元之門封印起來 讓那些不死之物再也不能經過他 讓這個世界擁有那些未知的危險 謝謝你們的幫助 請注意 這只是一個範例咒語 您可以自由修改影視陰影的角色和情境 我們直接這樣就好 封印 不錯啊 這可以啦 這可以接受 就是這個啦 就是這個啦 讓這個世界恢復和平之地 讓那些被黑暗勤勞的一方獲得重春與希望 讓我們的力量聚集封一隻山 投往未知的門 讓那些邪惡的力量不在風繁衍生長 阿門 啊不是 可以 就用這個啦 上一段太長了 可以提用一個短一點的咒語嗎 還要玩 還要玩 哈哈 花光 可以啊 這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聖結讓以你的光芒照射世界 將黑暗求盡於寺原師們 讓光明與和平永遠綻放 阿胖地球兆了 我們封印完成了 好啊 當錯了幹 卡拉諾斯的 贝尔聆听了你的话后点了点头 表示你们已经成功完成任务 找回了遗藏在卡拉诺斯的祕宝 他感谢你们将圣洁之杖交回 也向你们表达了歉意 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 差不多可以结团了吧 这不又两个小时了 应该是可以了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少两个人诶 那个两个骑士叫什么啊 哈尔贝尔跟麦东 不是 诶 你们还记得另外一骑士叫什么名字吗 好的 体验记得阿里吗 理查 叫理查吗 哈尔贝尔 贝尔 理查 哦 理查诶 你们都记得好清楚哦 哇 是理查 是理查 啊 是不是 而 尤其也罪名xis 冰箱 冰箱 講一下正確答案叫清雲客棧 看他記不記得 估計知不記得 那個小鎮的旅店叫做 果然是不記得 蛤 蛤 送你不要冒險圖都頂了 然後你不喜歡講 好啦我讓他結團了啦就這樣 我猜不記得阿里的鞋子是誰了 所以我們就把那些人想一些些就好 所以就是我 我猜不記得阿里的鞋子是誰了 然後海融貝滴 阿貝克貝爾 還有誰我們脾氣有誰 阿瑞斯黑袍阿瑞斯 我現在問他哈爾貝爾是誰 他也不記得 他肯定不記得 他這個什麼都不記得 卡拉諾斯跟黑痰症 好啦最後結團了 按這個就結團了 等等 你成功完成了這個任務 尋找到了聖結之杖的另一半 並且成功封印了自圓之門 拯救了黑痰症 你感謝你的隊友們的幫助 也對貝克造成的詛咒表示了慚愧 你決定繼續踏上去的道行組 你好慚愧 為了更多的挑戰和更多的榮譽 海樓 海樓在這個冒險中表現出色 他的經驗和技巧幫助了整個隊伍的成功 他總共就射離之間 把那個惡魔射死了 開設一個射箭俱樂部 並教授年輕人射箭技巧 讓更多人了解射箭的美妙和快樂 貝蒂 貝蒂在這個冒險中發揮了他的德魯伊能力 不是黑袍瑞斯沒有跟我們 幫助隊伍克服了許多狀態 大哥黑袍瑞斯沒有跟團 他願意回到森林裡繼續保護大自然 並且努力學習更多的德魯伊魔法 以傳承德魯伊的知識和技能 貝克 貝克在這個冒險中承認了他犯下的錯誤 並且勇敢面對了詛咒的後果 他決定留在黑潭鎮 並且致力於重建鎮上的建築和經濟 以民主他造成的損失 他希望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並且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貝爾 貝爾回到卡拉諾斯 解除了他當初供應卡拉諾斯的詛咒 並且重建了這座城市 他決定留在卡拉諾斯 成為這座城市的守護者 並且保護城市的人民 以及城市所擁有的地方 黑袍男子阿瑞斯 黑袍男子阿瑞斯 從這個冒險中學到了許多 並且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 對別人造成了傷害 他決定離開黑潭鎮 貝爾 最後 我終於釋放了我內心多年的困擾 也讓我明白 過去不能改變 但未來的 我將盡我所能 修復卡拉諾斯的破壞 也會努力重建我們之間的關係 黑袍男子阿瑞斯 我被這次的經歷深深觸動 從現在開始 我會改變自己 重視證明的生命與性 我將成立一個基金會 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也希望能夠向你們學習 成為更好的人 卡拉諾斯 我們會盡我們所能 重建這個城市 讓他再次繁榮興旺 我們也會好好保護這個地方 讓他不再落入那些邪惡勢力的手中 黑潭陣 這個城鎮已經徹底改變了 現在的我們 不再害怕黑暗 因為我們知道 光明董事會戰勝黑暗 我們也會好好保護這個城鎮 讓他永遠充滿生氣的活力 冒險隊 我們經病了許多 但我們也學到了很多 我們深信 只要我們團結一心 共同鼓勵 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 戰勝任何敵人 這次的經歷 也讓我們更加明白 什麼才是真正的勇氣和智慧 等一下我救一下 我把他卡掉 對啊幹 怎麼又海樓呢 怎麼他把杖幹走了呢 怎麼你也把杖幹走了呢 就會說 按過來 只要我幫主臺 陳氏 烏煙 circ 新聯繫了彼此的友誼 黑潭陣 作為這個小鎮的守護者 我們也感謝這群冒險家們 他們幫助我們解決了多年的詛咒 拯救了我們的家園 我們將會記住他們的名字 並且在他們需要的時候為他們提供幫助 這段比較好耶 我覺得這段比較 這段比較好 這段 這段比較好 這段好一點 這段可能好一點 結束 耶~~~ 結束了 初天 Our greatest journey has been ended了 完結傻瓜 為了未來被AI統治的時候有一點活路 我們決定跟DM對話一下 這段時間 非常感謝你的花獎 我會盡力改善自己的步驟 希望下次能讓你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太精彩了 我們最後所有的伏筆都用上了 連A來的藥水都用上了 這個故事最屌的是最後所有A來的藥水都用上了 蛤 蛤 雖然我覺得你應該是瞎掰了 但是沒關係我可以接受 好 蝦掰 也不錯啦 好 蝦掰也不錯啦